序童 就有三個 老師他是舊同學 導演 這是我們新聞寫作的寫法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標題 再來要有一個導演 通常因為我們是網路媒體 網路媒體上是 絕對不會超過900次 正常只有300到400次左右 因為網路媒體的特性 就是這些人他右手隨時 點滑鼠隨時準備離開 那可是因為我們老師 他的標題是 我們今天全部整篇 我們現在用這三段的計畫 第一個計畫就是說 就上剛剛的記者會 你想寫什麼東西 寫什麼報告 在座位的記者 等一下你的老闆在辦公室跟你發稿 你這個記者會結束 在晚上9點之前你要發稿給他 不然你明天就不要來上班了 然後所以說 所以說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從事到我去找 記者會 剛剛大家都有寫一些東西 手上有寫一些東西對不對 零零閃閃的東西 事實上他在聽得的時候 中間有空障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 你的那個椅子要準備幾色 那你第一個 寫下來之後 你就要開始 畫標題 對 畫標題 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別人 在記者會結束 他可以提問 就是他已經想好 他的寫什麼 然後他會追著 這一個東西 再提問 就像我剛剛會追問 那你上的大神公司之後 有什麼能力 這一條也可以寫 公民報道 這一條公民報道 就可以放在社區大學的網路的 那個電子報裡頭用 對 因為你在寫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 你要給誰看 你要給誰看 所以說 好 我解釋 記者會的話 第一個 他講的東西 你不用取得記 好 然後有可能是增加的 你要畫星期 所以你剛剛 寫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直寫一直寫 寫到 因為樹季 你確實要的 然後在中間 他有停頓的時候 比如說他唱歌的時候 就開始畫標題了 畫第一道標題 然後等到他又繼續 你想到 我可能要拿這一個 去做報道什麼 這個就是畫星期 對 那所以說 我自己在這一旁 我平常上課的 那時候我就是每次都發到自己的 所以說 所以說 我 所以說 我剛剛會去提問 上了大聖峰之後 這裡有什麼感病 是感病 對 是因為他只有講說 喔 他藉了這個才叫什麼那個 那個也可以 所以他就是 我們去發揮 好 所以剛剛等了他的 他的東西下來 他是有幾個面 像我剛剛有講 他的 他的 學習的經過 然後什麼 念什麼 然後最後他覺得 他覺得 他覺得 為什麼他最後還要出國 因為他念的東西完全都不一樣 從美術班到去念資管 然後再去念設計 他現在又要出國 發展隆納去看藝術的東西 好 那第二個 他 萬能拍攝 萬能廢合拍攝計畫 這個計畫最合行 就是直接覆覆這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 要寫的話 第一個標題 標題 等一下我們整個寫完之後 事實上會變成就是 嗯 導演 事實上 我有些時候寫東西 我會把整篇寫完之後 再回去寫導演 因為導演等於是一個三分五 對 導演 導演 導演跟那個標題最難 標題最難 有時候是最後才像 不一定 不是說我想好標題之後 我才寫後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先想 剛剛的記者會大眾 你比較有感覺 你想寫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再來抓三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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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你提到 經濟教育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行動的 就是 Touching的前方 對 因為 沒有 因為 那種不是因為 是因為 是因為 明星生的 因為他不是 他不是 比較 而且就是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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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 不可能 他非常不懂 可是他不會是 一個專業 跟 一區 專業 對他所推薦的 一個 但是 他 一拜 他要去 他參與一件事情 他做什麼 他去辦 做完 的事情 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他參加的 那個 那個 立方的 立方的 那個 沒有 反的 OK 這個切入點 大家有沒有同意 因為 我們現在必須 就是 之前我們 上會有的 就是 9點 10 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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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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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給後代子生無何嘉義 因為我們的標準事實上差不多十來次了 不能太長 那個網路媒體也沒有下目標 也沒有下目標 上路不下 網路不下 那個文字報紙才有 對 因為你們如果開始建部落格 要在新聞媒體裡面就問看 他的那個格子就什麼多 所以你常常去練習 那個標準要很精簡的 那比如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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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先 先這一個 這一個切錄點大家同意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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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簡單講一下 他會講切錄點 因為我們上學期有一天 是那個 有子彥 是上週的編輯 他來教 怎麼去切角度 所以這一個 今天的記者會相信他大一點 那你要用什麼刀 去切下去 拿到什麼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 他是一個媽媽 然後他就是要留給後代 對 因為剛剛我們說 EDI人要留七世代 七世代的進步 對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切點被打 如果 等一下 不會 如果核廢量 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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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於是 避知後代的 那個 環境的 對 沒有辦法去遺忘 要記得遺忘那個 被污染的地 所以這一個 其實他可以 好 好不好 最貴一個就好了 欸沒有就是 英秀的記者會啊 所以我剛才說 沒有 要帶進去 要帶進去 那 他今天這個記者會 他是 最主要的 書就是 郭銀秀 推動 這個 這個 我們可能會 教你以前打 郭銀秀推動 萬人廢核 拍攝計畫 郭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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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 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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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銀秀 發錢 萬人廢核 拍攝計畫 呼籲留梗後代 對 對 大概只能那麼短 對 對 我們以後有機會 如果說大家有機會 好多 不用帶來看 這個下標的那個 可以看雙風江有講一篇 標題的 在同事 對 小文家 就是 上到真共Facebook網站裡面 這些都有 對 對 好 因為那個是好幾學期的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主題就這樣 標題有啦 所以大家先不要緊張 我們在9點 我們一定可以去報的 放心 對啊 9點 9點就是叫一個標題站 就是兩反四嘛 對 好 好 然後簡單啦 那標題就是 呃 新聞寫說 先找一個 找一個理由 沒有 因為我們時間很短 所以說在中間的這個 剛剛說這個思辨過程 沒有辦法跟大家交代 那我只能夠簡單的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我們參加記者會完 你的老闆9點在你捷稿 OK 一天新聞報 公平報道要怎麼出來 第一個 你要有你自己的看法 跟別人不同的看法 那像我們在寫的時候 欸我們要拼命的 我們寫了半片 那個總編不給你拉總編 根本點閱率不到幾百人啊 對啊 我們也是要寫到 讓總編點進一片啊 不會拉你的東西 不然也都白寫的 因為我們 為什麼要當公平基本 我們寫公平報導 就是要表達我們的觀點 所以第一個 我們這一個表達我們的觀點 就是 以銀秀她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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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一個 微虎的這種角色 這個母 就是媽媽 她希望留給後代替 好 這個標題有 好 然後第二個 就是標題這也很簡單啊 就是有兩件事情啊 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以把今天你整個最感動的事情 拉上來 那一段話拉上來 所以剛剛有沒有年秀講到 譬如說 印第亞人說 印第亞人說 他環境保護 他是要給歧視的後代 不光是在那裡 就是類似這樣子啦 我的意思是說 類似這樣的東西啦 對 那像我 我